我们接着上午的内容呢,咱们继续讲解 好,上午呢,我们给大家讲到了偏函数,对吧 讲到偏函数的它的一个基本使用 那么下午呢,我们继续来看看其他的内容 继续往下看 偏函数呢,我们已经把它基本的一个使用说清楚了 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偏函数的简化形式 什么意思呢,大家看到我们前面写的这个偏函数 写的这个偏函数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呢,这个偏函数呢,像这个is defined add 还有像这个apply呢,它总是有的 所以说呢,Scalar设计者他就觉得 是不是可以更简单的把它写出来呢 可以的 这里我们提他的两个简化形式 声明偏函数需要重写特质中的方法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两个方法 就是is defined add还有apply 有时会略显麻烦 说说Scalar呢,其实提供了更简单的写法 我们看一下第一种写法是这样子的 你呢,只需要声明传入参数的类型和返回这个参数类型 然后呢,直接写case就可以了 那这句话就可以这样理解 怎么理解呢 就是如果,当然啊,再说一遍啊 这个case怎么写 取写,取写于你原先代码是什么逻辑 你看这句话,我心情同学们就能看得比较清晰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传入的这个值 当然,传入这个值,它是这个类型 对 那么这个类型呢 你这里面可以随意的写个变量 我这写的是i 当然你可以写abcd 如果它是一个inter 以前我们讲过,这个是类型匹配 那如果它匹配上了呢 我们就只请i加1 如果匹配不上,不写任何代码 那有些同学就说了 说老师,不是以前说过的 不写任何东西,匹配不上 它会抛异常吗 这里就不会了 因为这里并不是完全的等价于matchcase的机制 它是在底层做了一个优化 那也就是说,我们原先的这个业务逻辑 哪个业务逻辑呢 就是这一段业务逻辑 同学们看到的这个isdefined这个业务逻辑 和这个apply这个业务逻辑 可以精简成一句话 就是我们写的这句话 好,那同学们 我们来玩一把 看看这个是不是立马就能见效 好的,我们还是新建一个文件来做一个测试 好,新建一个文件 来吧 好,partion function 简化形式 我们写个03 对,03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将前面的案例的代码 那个偏函数应该前面案例的偏函数 偏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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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写成这样一个形式 怎样一个形式呢 就是刚才同学们看的这种形式 我们可以简单的给它写下 我在这儿把这个代码拿过来 我们比对一下 大家一下就清晰了 把这个拿过来 把这个拿过来 拿过来过后呢 站到这儿 没有必要写这么多了 没有必要写这么多 整个这两句话 拿掉 拿掉你可以说的 要写case case什么呢 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随便写 你可以写A 可以写B 可以写I 我这写的就是I 如果它是一个int 我就去执行一句话 就I加1就完了 I加1就完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你在进行完这个处理过后呢 这个地方我们还要做一个动作 哪里呢 就是casei F1 这里面就不需要 再把这个给它了 就是你这里面没有必要给一个变量 直接写成D E F 就是DF 然后这个名字是因为我前面 是不是写过一个名字 跟相同的导致这个问题 这个名从了 从名了 从名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名字改一下 再看这还有什么地方出错了 哪里写错了这 这个地方名字 是不是这个地方的名字 我们看一下 它还报了一个 我看这个名字是哪里 等号 等号等于问号 这儿吗 这地方还有一个地方要改 怎么写成这个得新的 这儿 这是这样子写的 这样子写的 然后这边我们把这个 干脆看哪地方写的跟它不一样呢 我看是哪里 咱们比对一下 比对一下 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DF没问题 函数名没问题 这边有一个这个 然后6不需要写了 6不需要写了 然后这边这一个等号 给刚才拿掉了 好 这样就对了 这样就对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怎么理解呢 怎么理解 刚才那句话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函数 偏函数 然后呢 这边这个逻辑 就是刚才这个逻辑 跟刚才是一样的 就简化成这样子了 就是减写成 减写成这样一个逻辑 减写成一个case语句 就完事了 减写成一个case语句 我们来用一下吧 我们来用一下 好 我们看看这个 用一下 那这里面这个case语句呢 就会自动的转成原先的一个逻辑 我们来用一用 还是老规矩 我们写一个list 好 第一次的 我从这边拿一份过来 就不写它了 直接拿过来用 写到这 这是我的一个list 然后呢 怎么用呢 跟刚才用的法 是一样的 connect 然后我们把这个偏函数 放进去 偏函数放进去 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 list2 等于 好 我们来执行一下 好 等于 加上一个list2 好 我们看执行一下啊 同学们 执行一下 好 我们执行完了过后呢 这个代码就OK了 这个代码就OK 你看 对吧 那当然 同学们想 我这里可以写一个case 是不是意味着 我还可以写 其他的逻辑 比如说 假如 我有这样一个逻辑 想进行一个扩展 什么逻辑呢 就说 如果我这里传进去的是小数 对 传入的是小数 那么我希望传入的小数呢 也不能不处理 我这个小数不能不处理 我想做一件事 如果是小数 这个double类型呢 我希望让它乘以一个2倍 再转成一个inter转返回 比如说 我有这样一个逻辑 比如说 如果是小数 我们就把它直接怎么办呢 乘以一个2 再转成一个整数返回 假如 那现在呢 我们可以快速的 再来写一个girl 对 如果它是一个double类型 怎么办呢 我们也可以写入 自己新的业务逻辑 比如说这个时候 girl 乘以一个2 把这个结果呢 转成一个toint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你指定返回 是inter 你就必须转 如果你不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看看 这个结果它会怎么样子 你看这里呢 它就会抛出一个 你想它说 你这个double呀 无法转成这个 这个int 转成个inter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假如我在这写个隐私函数 它能管用吗 在这里 如果我这写了一个隐私的 大家觉得这一方它能够管用吗 好 其实是可以 那么你们自己去测试一下啊 我这里讲这我就不去写了 这边你也可以写隐私函数来转 那么这里我简单的话 我就直接把它包起来 转成一个inter 返回 好 我们来看看 此时此刻这个1.2和2.4会被怎么处理呢 相对于乘了一个2倍 再转成一个整数返回 那1.2乘以2就是2.4 这个应该是2 2.4乘一个2 4.8应该是4 好 我们再次执行 我们再次执行 那这个时候执行过后呢 哎 同学们看 这个哥们想这样 那大家想 显然这种方式就很厉害了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可以对你不同的类型 甚至更多的一些判断 来进行这个处理 这就非常棒了 非常棒了 好 同学们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它的第一个简化形式 还有一个简化形式呢 更简单 就说 你在这个写这个 连偏函数这个都不需要定义了 你只需要把你这个case里面的东西 直接扔进去也行 如果是简单的话 简单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写 朋友们 怎么办呢 我连这个偏函数我都不写了 还可以这样简写 第二种简写 简写形式 更简单 怎么写呢 比如说我直接来一个list3 list3 等于list 点connect 然后呢 这里面 我直接把这个逻辑往这放 但是此时此刻啊 这边咱们要用大括号 往这边放 你不要用小括号 用大括号 那这个逻辑就等价于原先这个逻辑 等价于原先这个逻辑 那么这是效果和原先那个实际上的 当然我这没有这句话没写进去啊 好 我们来执行一下 就写个list3 等于加list3 好 这个时候应该返回一个怎样的结果呢 返回的就应该是这样一个结果 返回的就是 二 一个是二 二三四五 二三四五 因为后面 这个1.2和2.4呢 我这里没有去匹配 就相当于忽略掉 对 那这个时候呢 第二种简化形式 我们来运行一下 好 我们运行完了过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效果呢 给我们想的也是一样的 对吧 一样的啊 没有问题 那当然有些同学老师我能不能在这多写一几句呢 好 如果我们多写一几句 看看有没有问题 OK OK 有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那你都看得懂了 那当然你还可以继续写是吧 可以继续写 比如说double 那float我又怎么办 对吧 float我又 我干什么呢 我我乘以三倍 对吧 原先处于二倍 我乘以三倍 可以的 可以 但变量呢 咱们最好换一个 其实你这不换呢 它也没毛病 没毛病 但是呢最好咱们换一个名字 对吧 最好换一个名字 对吧 好 这样子就OK了 好 这就OK了 那么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再来处理一下 再整一个新的变量是1点 比如说咱们那个1.9 整一个什么呢 F 那看看这个时候结果应该是什么呢 好 那就是根据来判断就行了 这个应该返回一个2 这个返回一个4 这个返回一个 对吧 3是吧 不是 1.9乘以3嘛 等于5.7 就应该是5 好 执行一下 看效果 看效果 效果出来了没有呢 没有问题的 是没有问题的 跟我们想的是完全一样 所以说这种方式呢 大家千万不要说 这什么意思 看不懂 其实它是 做了一个偏函数的处理 但是你想 到这个形式 跟我们最初写的这个形式 和就差别的非常大了 都看起来好像完全是两个东西 但实际上呢 底层 它还是一个东西 所以说你看这个 Sky呢 语法是非常灵活的 非常灵活 也非常的强大 好 那关于 它的两个简化形式呢 我们就给同学们聊到这里 给大家版树一下 大家要学会这个偏函数的简化形式啊 各位同学 我写到这来 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偏函数的 偏函数的简化 简写形式吧 简写形式 好了 那现在呢 我给它来一个标题三 具体来说呢 就是一段代码 代码说明就行了 代码说明 代码说明 OK 给它来一个小小的箭头 把刚才写的这段代码呢 给朋友们拿着点啊 前面代码可以怎么写的 大家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 那么这样子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细节 好 给同学们版树到这里来 以后要将来大家 推荐大家用简写哈 推荐大家用简写 显得高达上一点吧 结束一段视频